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什么是发音符号呢 阿拉伯语没有独立于辅音字母存在的原因字母 原因是通过发音符号与辅音轻读而成 什么意思 阿拉伯语28个字母全是辅音字母 原因是符号 这个符号可以标在辅音字母的上面或者下面 表示该辅音字母发什么原因 所以发音符号是一个最基础的一个入门的一个必备的支持点 我们学会发音符号就可以轻松辨认这个辅音字母读什么原因 那么发音符号是怎么回事 但是在古代这个阿拉伯语没有发音符号 大家读的时候呢很随便容易读错 后来到了公元七世纪以后 大家慢慢开始发现这样不行 总是读错了不合适 怎么办呢就有了一套符号方案 就是在这个字母的上面或者下面点点 但是大家知道阿语字母本身也带点 有带一个的两个或者三个的 那怎么办 这个字母写的时候 是用黑笔 标符号这个点点红点 这样我们可以看一篇手稿里边 这个黑色的部分是字母本身 红点就是这个发音符号 在字母上面下面旁边都会有 但是这个方案也有不好的地方 为什么 不可能什么时候都有红墨水 没有红墨水怎么办 那么全是黑点就搞混了 后来到了公元十一世纪以后 有一套新的方案 就咱们现在用的这套方案 用这个短的斜线 等等一些符号 来表示发音符号 这样就更清晰了一些 我们今天主要讲的 也就是这套发音符号 我们看有多少发音符号呢 一共是13个发音符号 包括一个静符 三个动符 三个长音符 两个软音符 三个鼻音符 还有一个叠音符 我们这一讲主要涉及 前12个发音符号 至于叠音符 因为叠音符比较特殊 我们需要把字母都讲完 才能再讲它 叠音符 叠音符 情况特殊 首先 这一节 我们先看 前两个发音符号 就是这一个静符 和这三个动符 我们看 静符和动符 用阿语 用阿语分别怎么说 静符 阿语分别人符 阿语分别人符 口语 阿语分别人符 这是静符的意思 动符 阿语分别人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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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语 阿语分别人符 我们看 阿语分别人符 阿语分别人符 静符 动符 首先我们看一下 静符 静符 长什么样子 我们 以短斜线 短横线 短横线 来代表 某一个字母 在这个字母上面 注意是上面 画一个小圆圈 这个圆圈 就叫做静符 静符 我们来 尝试着写一下 恒线 表示某个字母 在字母的上方 上方 画一个小圆圈 像这样 这个就是静符 静符 表示该字母 只发 辅音 不带任何的原因 静符 我们注意 静符的写法 在字母的上方 标一个小圆圈 这样是对的 当然注意这个圆圈 不能太大 像这样 也不能变成一点 也是不对的 也不能离这个字母 太近 要保持一定距离 但是注意要适中 当然太延也不行 这三个 我们看都是不妥的 这样 距离适中 大小得当 一个静符 这个是第一个符号 静符 表示 这个字母 只发 辅音 好 下面我们看 什么是动符 动符 又叫短音符 它分为 三种 开口符 其耻符 还有 合口符 都表示 这个字母 发 短缘音 我们先看 第一个动符 开口符 开口符 阿语 口语 开口符 长什么样子 长这样 我们看 横线代表字母 在横线的上面 还有一个 从右上 往左下 的一条 短的斜线 这条斜线 就叫做 开口符 我们来 看一下 什么意思 表示 这个字母 发 这个 开口的 注意 它的发音 介于国际音标的 阿和 之间 读成 而且 要稍微短一些 注意 这个开口的 不要发成 也不是 而是 半张口的 我们来 写一下 开口符 怎么写 横线 表示 某个字母 在字母的 上面 注意 笔顺是 从右上 往左下 的一条 斜线 这样 这就是 开口符 右上 往左下 这么画下来 我们注意 开口符的 一些 要灵 开口符 我们看 这么写 是没问题的 字母上方 从右上 往左下 刮下来 开口符 注意 不可以 写得太大 这样 就不 没光了 也不可以 写成 平的 当然 在 某些 书法里面 开口符 是平的 但是我们 在这儿 不能这么写 所以这个 也是 不对的 也不能 走 另一个极端 特别陡 这样 这样 也是不可以的 还有一点 开口符的笔顺 一定是从右上 往左下 不可以 倒差笔 这样 这样 也是 错的 我们要 这么写 从右上 往左下 写 这个是 开口符 好的 下一个 发音符号 叫做 奇耻符 奇耻符 是 动符的 第二个符号 叫做 el casratu el casratu 口语 el casrat 奇耻符 长这个样子 这个样子 它是在 字母 下方 有一个 从右上 往左下的 短斜线 跟开口符的样子 是一样的 只是位置 跟开口符 相反 在字母的 下方 注意 它 就是 奇耻符 奇耻符 表示该字母 发一个 奇耻的 近似于 汉语拼音 一 的这个 这个原因 读成 一 一 一 注意发音的时候 呈 奇耻状 嘴形 扁平 我们来写一下 还是 横线表示 某个字母 在横线的下面 从右下 从右上往左下 这样 这么下来 就是 奇耻符 我们注意 奇耻符 在写的时候 又要零 我们看 这样 字母下面 右上往左下 短斜线 这是对的 但是注意 写的时候 一 不能太大 二 不能写的扁平 不能写平了 当然在 某些 书法里边 奇耻符 可以扁平 但是咱们在这 不能那么写 也不对 也不能 另一个极端 太陡 而且 奇耻符 也是 笔顺要从右上 往左下的 这样走的 不可以 倒差笔 这么来 这个是不对的 这是对的 注意 它的笔顺 不能往上挑 这个是 奇耻符 动符的 最后一个音符 叫做 合口符 合口符 阿语 口语 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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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什么样子 啊 长 这个样子 我们看 它其实是一个 啊 一个圆圈 然后 它有一个尾巴 是从 右上 往左下 写下去 这个符号 表示 该原音 发 合口的 呜 呜 呜 跟汉语拼音的 呜 相似 我们看 它怎么写 写法 横线表示某个字母 在字母的上方 注意上方 啊 我们 画一个圆圈 有条尾巴下来 像一个 九 带点弧度 啊 再稍微倾斜一点 这样 下来 但是我们看 这儿 它这儿还有一截 这儿因为什么呢 因为它的印刷体 印刷体呢 在这儿 它可能会出来一块 咱们写的时候 一般 啊 这儿 不要求出来 一般就是这儿 凸一点 没关系的 啊 我们再写一遍 啊 这样 就可以了 这个是 合口符 注意 合口符在写的时候 我们看 手写的时候啊 这个尾巴 啊 没有 是没问题的 一个圈 啊 一个圈 这头尾巴下来 这是对的 但是 我们注意写的时候 有这么几点 需要注意 第一个 不能写的过大 第二个 这条尾巴啊 一定是要 从右上往左下拐 不允许拐上去 啊 这样也是不对的 另外啊 这条尾巴呢 不能 啊 太短 这样就跟竞幅 搞混了 另外一点 就是 如果我们就是说 想把这个 这块 带上的话 这样写 理论上也对 但是注意写的时候 千万不能写成这样 这样就不好看了 啊 这个是可口服啊 需要注意的错误 我们看 也是大小和高度都始终啊 有一个倾斜 好的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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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